看看高雄11名男子他开车回家 途中行经国道1号五角交流道下 结果左前方呢有一辆小货车 上头载着塑胶大水塔 意思因为没有固定好就滚下来 掉在路中央 就只离他的车子五公尺而已 这天降水塔也把他吓坏了 一个大水塔突然掉落在路中央 吓得洪先生赶紧刹车 真的下了一大跳 回想这段惊魂记 洪先生仍然心有余悸 因为当时掉落的水塔 只距离他五公尺远 差点砸中他的车 他有重力叫做速度比较快 我们会来不及反应 因为我们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 我看他掉下来的时候 我车速又减慢了 原一号下午洪先生与妻子参加友人的聚会 后回家途中行经国道一号高雄五甲交流道下 左前方一辆小货车载运得两吨重水塔 疑似因为司机没有绑绳固定好 水塔重心不稳掉到车道 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劲 司机马上把车子停在一旁 后来那个小货车他自己给他哭回来 然后对 歪到歪到外面车道 然后再去捡了一颗 幸好当时洪先生车速不快 右眼尖发现及时刹车没被恐怖水塔砸中 否则两吨的重量飞滚而来 不但车子回恐怕人也会受伤 中间新闻忙家新闻远方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